10月7日 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票房突破10亿 成为中国影史第91部破10亿的电影 电影《我和我的父辈》一共有四个单元 分别由吴京、张子怡、徐征和沈腾指导 主演阵容十分强大 由吴京指导的成风单元 讲述的是为守护家园 所做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 由张子怡导演的诗单元将镜头聚焦于60年代 张子怡在片中饰演一位火药雕刻师 为了达到0.2毫米的精度 他整日待在实验室中工作 不仅要读人失去丈夫的悲伤 还要照顾家里的两个孩子 由徐征导演的压仙之单元 他饰演的医药科长 面临囤货积攒过多的问题 但他不抛弃不放弃 还拍出了国内第一支广告 由沈腾导演的少年型则有着更为大胆的设定 他在片中饰演从未来穿越而来的机器人 遇到了一个拥有科学梦想的小男孩 并不断鼓励他 两人互相给予了对方情感支撑 在机器人离开后 小男孩获得了坚持梦想的勇气 也期待我和我的父辈票房取得更好的成绩